在冤屈之苦中享受并彰显神 2.圣经本文 以前29 人若因助对神的感觉而忍受忧愁 受冤屈之苦 就是甜美的 20.你们若因犯罪挨拳打而忍耐 有圣魔可夸耀的 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而忍耐 这在神乃是甜美的 直视话语 彼得基于他在19-20节所说的 接着在21节就说 你们蒙照原是为此 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 叫你们跟随他的角踪行 基督在地上的生活 是这恩典的榜样 21节开头说 你们蒙照原是为此 你曾想过你蒙照是为忍受冤屈之苦吗 21节的词 指19-20节里所说的冤屈之苦 因行善受苦 我们听见 我们蒙照是为国度和神的荣耀 会很喜乐 这些都是美妙的事 但可能我们很少人 无论年轻或年长的 有21节领悟 我们蒙照是为忍受冤屈的对待 我们已经蒙照在不公正的受苦中 享受恩典并彰显神 如18-20节所描述的 这就是说 我们已经蒙照受苦 使我们在其中享受神做恩典并彰显他 无论环境如何 神是我们的恩典 我们内里的享受 这位神是我们的恩典 这享受推动我们 然后成为我们外面的彰显 这彰显是别人看得现的 那些亲眼看见这恩典 从我们里面彰显出来的人 就能在我们的脸上 我们的态度上 或我们周围的气氛里 看现吸引人的东西 他们会觉得 他们看见所彰显出来的 是令人喜悦的 可蒙悦纳的 正如我们所一再指出的 这就是恩典 经文摘自圣经灰副本 而阐释部分 取自彼得前书《生命读经》 第214-215页 两者均由加州安纳汉的水流直视站出版 一旦大使用 两者均由加州安纳汉的水流直视站出版